Suno这边我只补充几个 因为虽然我发现很多老师都玩过 可是可能没有像我玩的那么多 我说的没有玩那么多是像这样子 就是他不只 因为这个我有写一篇文章 他不只是多过远的作曲 也就是说Suno你刚才讲中文 他就生成中文 这没问题 讲英文就生成英文 可是他也可以做男女对唱 甚至他也可以生成台语歌 还可以国台语混唱 应该这个老师在网络上就比较少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先让老师听看看 你先听看看 那我跟AI的对话 还有Suno生成的歌曲 你有感觉到这个页面 我的手放的特别多 就是因为这里面其实真的很好玩 那我给大家看 应该说天极首歌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应该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比对会好一点点 看一下 这一首是 男女对唱的样子 不对不对 这一首不是 好 下面这个 好 可以可以 来 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 那 我跟他讲的是 小朋友的 小男生小女生 这样的节奏 OK 我们先听看看 好 小男生 好 好 吴 在新广子 用 吴 唱呀唱 我可以 都被照 呀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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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这样老师有没有比较有感觉了 这首歌真的还不错 唱的还蛮不错的 另外我们给大家听看看 我们刚刚讲的除了男女对唱 也可以唱台语歌 唱台语歌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语歌台语歌 来来来 我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应该是另外一首 台语歌 好那我们来听看看咯 它是从这边开始唱的 有没有真的唱台语的 好那我们来看国台语对唱的 所以我补充一下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原来现在AI真的很厉害 好那这个我就指定他就是这个唱歌 好那我们来听看看咯 你听到这个学题应该就感觉是一首 你这首歌 各位有没有发现 网络上真的比较少看到这种 随便乱玩的 所以这个我有写文章 那比较大的重点是在这边 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 原来苏诺的能耐真的不止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特点在说 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有写到苏诺的版权的那个部分 因为有蛮多上课的时候 会有老师或同学在问说 那这样子苏诺的这个版权 到底怎么去就是使用 在他官方其实有那个官方的那个页面 他有提到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疑问 就是说像这个 如果他取消订阅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订阅了 那我会不会就失去了他 在订阅期间 这些歌曲可以用在商业用途的权益 他说没有 你只要是在订阅期间里面 所产生的内容 你永久都可以使用 这个很特别 跟我们一般的那种授权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既然有订阅的问题 就有一个 就是这个 我觉得好用 我开始订阅了 可是 像我刚生成的这些 还在免费方案之后 生成的这些内容 请问我可以用吗 答案是No 不行哦 也就是说 你在免费的这个方案之下 所生成的这个版权是他的 只有在你已经是订阅的时候 那一段才是你的 而且不能追溯回去 所以如果刚刚那一时候我觉得很好 我真的不能用 不能用在商业用途 这是第二个 大家比较疑惑的地方 第三个 我如果要把它放在所谓的社群媒体上 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即使你是免费的 免费用户一定要注明出处 但是如果你是付费的 你就自由决定 这样理解 所以针对您在使用Suno的时候 它的版权 有这几个 可能您比较关心的部分 我有把它列出来 您可以做个参考 因为我也发现 比较少研习上 有老师特别提到 它那个版权的部分 但是它网站上确实有写 只是可能大家没有 就是那么认真看 我只能跟你讲 有这个翻译就很方便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 英文的网站 页面的内容 不要客气 就翻下去 一段一段看 不要想说 我就一次全部变中文 Google翻译量子 真的比较不OK 好 这样 我把Suno的部分 简单跟大家补充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 多对这个服务有些了解 至于说那个歌词 怎么描述 我想这个 网路上你看到教学就比较多 我就不用再多做解释 这次 这次 就